秦明神社位于日本京都府京都市上京区,是一座祭祀平安时代著名阴阳师安倍秦明的神社,坐落于一条涕桥的西北方,据传这里正是秦明旧宅的遗址。 作为日本、驱魔、与除恶的代表性神社,秦明神社自创建以来便深受各阶层民众的信仰,不仅为天皇和贵族祈福解恶,也庇佑着平民百姓的生活安稳。 全日本各地更有多座以秦明为祭神的同名神社,显见其信仰影响力之深远。 历史严格,千年传承的信仰力量。 秦明于西元1005年辞世,仅两年后,一条天皇便于宽宏四年,1007年,下令,在其斋地遗址建立秦明神社以纪念这位阴阳道大师。 然而,随着战火与封城秀吉时期的都市整备,神社土地逐渐缩小,甚至一度荒废。 直到木末时期,安倍秦明的子孙才着手整修,最终在1925年完成了主要建筑的恢复。 1950年,神社因枯穿通的扩建而进一步扩张其范围。 近年来,随着梦者墨小说、阴阳诗,以及相关动画与电影的风行,安倍秦明的形象重回大众视野,秦明神社也因此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。 2005年,秦明末后千年之计,神社更举行了盛大的安倍秦明千年计,象征这份信仰的延续与再生。 神社特色与文化魅力。 秦明神社不仅是祈求消灾解恶的灵地,还充满平安时代的历史气息。 神社内的秦明仅据说拥有神奇力量,其五芒星图案更是安倍秦明象征的代表。 每年都有无数参拜者慕名而来,为了感受这份传承千年的灵气。 秦明神社作为京都最具特色的历史神社之一,不仅见证了安倍秦明的传奇人生,也承载了千年以来的信仰与文化。 无论是阴阳道迷,还是单纯寻求心灵平静的游客,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。